石门区前华国小校门口有一个木栈舞台 不过年久失修木头腐朽 因此学校就决定要将这个空间活化 打造成自然教育的生态池 21号在出黄口农场占助下 带来多样性的水生植物 让原本空空的池子是充满了盛气 石门区的山林小学前华国小校门口 有一个木栈舞台 不过因为年久失修木头腐朽 学生也不常使用 因此学校决定要将这个空间来活化 打造成自然教育的生态池 今天在出黄口农场的赞助之下 带来多样性的水生植物 在学生的复制之后 生态池也逐渐完成 我们今天来前华国小这边 做一个生态池的建构 其实它原本是一个木栈道 然后我现在把它弄掉 做生态池 然后做水生植物的一个算式复语 以后做教学之用 那我提供它有一些像野植菇 蓝芽子草 还有野江花等等之类的水生植物 因为现在是属于冬天的话 那个植物的话 在落叶比较少 所以我们先把水植以及土壤 先给它照顾好了之后 慢慢慢慢再把一些 我们的野生植物给它投入 等来年春天的时候 再来多种一些 野植菇 鸭植 草 海域 野江花 以及百花 紫苏等多种水生植物 先种制入盆栽当中 再将盆栽放入生态池 生态池的样貌逐渐成型 原本空空的池子也充满了生气 最后放入水 尸身也趁着共同布置的过程当中 进行了一场自然与生命教育 我们原先校门口是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布置 那因为那些木头年久失修 然后都腐朽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去除之后 把它变为一个水池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种一些原生的一些水生植物 作为一个教学的场域 扩大学校的教学场域 小朋友可以在这边 就是发现各种像野浆花 还有一个扶平 像这种他们都可以 就是老师都可以用来做自然教学之用 清华国小未来将会利用这个生态池 为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让孩子认识多元的水生植物 也要在种到的季节种下稻米 以及水生蔬菜 甚至还要放入鱼 田螺等水生动物 就是希望透过多元的大自然教材 让学生了解水生动物的特性 活化校园闲置空间 要让孩子们有更多元的学习 记者 廖平函 十字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路